国民党交易市长黄敏慧成功竞选连任 也创下地方自治史上上任最久的市长记录 这也是民进党继九合一大选大败之后 又一次吞下败仗 党内检讨声浪不断 不过现在却传出党内闹起内讧 根据与会人士转述在21号登场的民进党中职会 中常委陈茂松两度落泪 因为民进党立委王美惠服务处办公室主任 竟然在通讯软体群组上替对手黄敏慧拉票 让他实在无法接受 情绪比较激动 那也很感性的说了一些状况 那这部分有关制度面的部分 我想党部会来依照制度来做处理 那我想整个气氛跟情绪还是一样 就是大家都希望民进党 尽管从这个败选检场中整队 然后队型不要乱 那赶快产生力量 然后继续往上前进 对此被点名的立委黄美惠也发出声明 他强调这名被点名的服务处主任 是无几职的义工 没有领到团队的薪资补贴 黄美惠强调这名服务处主任的个人行为 无法约束也完全不知情 更替自己爆区 认为在这次选举当中尽心尽力 问心无愧 如果党的中常委还要提出这么沉重的指控 实在令人心寒 九合一地方选举落败民进党内要改革 却闹出明代办公室 有人割拨往外弯 也让这条改革之路走得更加崎岖难行 华视频的综合报道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